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规划管控方面 主要从规划引导 支持合理用力 优化空间布局 这些方面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 社会资本如何参与 有哪些支持政策 怎样激发市场活力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红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个 既关系到可持续发展 又关系到我们老百姓 生活环境的话题 那就是生态修复 因为我们的环境 曾经遭到了破坏 所以现在需要修复 又因为生态修复 任务兼具 所以需要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前不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鼓励和支持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今天下午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 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调动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的热情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进行讨论 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 分别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常继闻 欢迎常所长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 万哲 欢迎万哲 那么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到湖北的黄石 去看一看 这个生态修复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黄石是湖北非常著名的矿产之城 每年像固体类的矿石在这儿 可以产出3200多万吨 这一组数字让黄石的人非常的骄傲 但在这组骄傲的背后 其实黄石人付出了非常巨大的 一个自然环境的代价 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昔日的石灰矿 那么从空中看去因为持续的开采 已经给山体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破坏 原本应该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的山体 中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伤疤 看上去有点触目惊心 而像这样的一个露天开采的一个矿的点位 在黄石有237个 减少开采量矿山负率是黄石做出的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石灰矿的一个修复的现场 矿山受损了该怎么修 我们在现场总结了四种颜色 通过四种颜色带着大家逐个去了解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种颜色 现在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灰色 那是裸露的山体 那是开挖以后受伤的山体 那么接着我们从右向左去看 在灰色的山体的部分 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颜色是呈淡黄色的 这个淡黄色其实是给山体喷上了一层叫草纤维 这是为后续的处理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我们顺着淡黄色向下看 能够看到第三种颜色 也就是现在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 机器正喷射出一种棕褐色的泥浆 覆盖在山体之上 这是修复的第三步 而这一步特别的重要 因为这些泥浆并不是普通的泥浆 其实它里边已经孕育了绿色的希望 绿色的生机 那么在这里呢 镜头前呢 我们为大家也准备了三个口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三个口袋当中呢 都是植物的种子 那么我现在拿的这是草籽 是各种各样的草的草籽 中间放着的是灌木的种子 而在最左边看上有点像黑豆的 这其实是爬藤类植物 比如说像葛藤的种子 那么这些种子 其实呢 经过水的搅拌之后呢 已经预先的和这样的一个泥浆 混为一体了 那么随着这些泥浆的喷射之后呢 这些种子也就被一粒一粒的 嵌入到了山体的当中 那么它们是将来 山体负绿的一个种子 是将来负绿的一个基础所在 那么在完成了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颜色 那最后的颜色 当然就是绿色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 修复的点位 我的对面这个山头 曾经也是一个露天开采的 一个石灰矿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绿色的网格布的覆盖之下 那些埋藏在这些 重新喷洒上去的泥土当中的种子 已经长出了 郁郁葱葱的青草了 就像山体的伤疤 在一点一点的修复一样 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那么在整个的湖北皇室来说呢 那么237个这样的一个矿山的点 那么从2018年开始呢 大力的推进修复 那么截止到目前 已经修复完成188个 还剩下49个 力争也是在今年底呢 全部修复完成 刚才前方记者这个现场报道呢 为我们直观地呈现了 生态修复的效果 这个前后的对比 还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这个记者呢 在报道里面 没有提供一个信息 也是大家可能会非常关心的一个信息 就是修复这样一座矿山 费用大概是多少 长宋长您知道吗 我因为最近啊 经常到一些生态修复的顶区看 主要看呢 一是南方还是北方 第二呢 看面积大小 第三个还看海拔 那么一般来说 有一点面积的都是几百万 多的可能几十个亿 比如说我去年 到这个青海的牧里煤矿 我去看海拔四千多米 必须铺毯子下面才展出草来 所以这个成本就很高 就有高有低 总体来说呢 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要根据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面积来进行一个成本的测算 对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这个货币皇室有270多座 这样的废弃的矿山 需要进行修复 那么如果一座矿山 几百万甚至上亿的话 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一个天文数字 对 那么在引进社会资本之前 这个费用通常是怎么解决 引进社会资本之前 一般是企业掏 或者企业倒闭了 或者企业找不到了 由政府来掏 所以对企业和政府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您指的这个企业 就是这个矿山企业 要自己承担这个费用 谁开发谁修复 好 所以有这么多的矿山 要去进行修复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引进社会资本 来参与我们的生态修复 单靠企业 单靠我们这个政府的财政 恐怕都是很难承担这个费用 是 那么万哲 你觉得我们引入社会资本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 来参与我们这个生态保护修复 这样一种方式 在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前景 你会看好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要看好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资本的参与 就像刚才常所说的 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跟我们的这个生态文明的 观念的这个演变 其实是相一致的 应该整体来说 咱们是从一个生态治理 到一个现在讲 生态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概在这20多年来 分三个阶段我觉得 第一个阶段 就是大概是21世纪初 那一段的时间 那个时候应该说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 大家看比如97年大洪水 然后2000年左右 北京不是沙尘暴吗 就大家就意识到 说这个生态环境 咱们需要保护它了 但是当时应该说 主要是以这种 生态的这种重大的项目治理 就是比如说难点 毒点 或者说环境治理为主的 这个时候就主要 就是刚才说的两种 一个就是政府出钱 另外一个就是说 谁污染谁治理 那么就是这个企业出钱 那么中间这个几年的阶段 我们看到在2011年 大概那个时候 之前的一个阶段 它就已经开始有一定的 这种生态空间 生态功能这样的一些概念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 引进一些社会资本 但总体来说的 这个规模和这个概念 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到了十八大以后 咱们可以看到 渐渐这个生态文明 一个是它的战略高度提高了 另外一个总书记提出来说 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句话不是说普普通通 就是说只是一句 好像就是平白说出来的话 是有这个经济规律在里面的 这里面就说到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空间 修复的一个观念 是一个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 所以它其实那含的 比如说刚才咱们看到这个矿山 不只是原来的矿要进行复肯 可能它整个山 还有它周边 它的这个氯化 包括它的这个生活环境 生态环境都要涵盖在内 这个时候如果企业再进行投资的话 它实际上就不只是说 只是把这个环境进行了一个修复 而是可以从它整个的生态环境当中 包括看到咱们政府 也可以从它的整个土地的收益当中 获得更高的收益 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 咱们就看到 从生态文化的这个战略高度 就使它变成了这个金山银山了 所以我是看好它前景 所以这一次我们引入社会资本 来参与生态修复 跟以前引入社会资本的这个理念 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我知道长所长 您自己本人除了研究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 您本人也曾经参与过在山东四水线的 一个矿山修复的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 汇丰农业 还拿到了联合国的一个 全球最佳减评案例奖 所以我想在基层具体的实践 这项目的过程中 您可能会非常了解 就是怎样的一个生态修复的方式 才是更适合基层的 首先第一个是专业公司来修复 第二个必须要有利润点 那么那个点 它是一个废弃的铁矿的矿商 里边有很多边边角角的石头 这就是这个企业的利润点 它可以把它机器破碎以后 做建筑用的砂石 卖到城里面去 这个点没有要地方政府一分钱 所以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这个收益的情况 对了 而且每年给地方政府 交税800到1000多万 而且每一亩地按照土地的品质 就是有些偏有些不偏的 600到1200元钱 墨琴已经修复成了葡萄园 樱桃园 包括苹果园 花生地 还有养的有大杂蟹和小龙虾 另外我还今年我还到一个点去 也在支持他们从学术上指导 就是这个山东的威山的大卫集团 修复了800亩的废弃了的 这个塌形的煤矿那个用体 然后养鱼800亩连收入 就销售3000万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 这种方式其实跟我们刚才 这个短片当中看到的 这个黄石的这种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些差异 它那个是现有组的 是开发企业去修 这一个是找不到组的 找不到组呢 这个国家也要修复 对 然后这个企业组呢 也想找地方鱼塘去养鱼 是 一对接 所以在你看来 应该是这种方式是更可持续的 更适合 至少是适合山东这个地方的一种方式 对 每个地方的不一样 都要根据各自的一个具体情况 来寻找具体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 的确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呢 是引发了各方的热议 大家对生态保护修复的这个前景啊 也更加的期待 但是同时也会有很多的疑问 需要得到回应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 对这份意见做出了怎样的解读 意见明确了社会资本可以选择自主投资 与政府合作公益参与等三种不同参与方式 并通过利用获得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 或者特许经营权发展适宜产业 申请合证探汇增量并进行交易 经政府批准的资源综合利用等获取投资回报 规划管控方面主要从规划引导 支持合理用力优化空间布局 这些方面支持社会资本参与 产权激励方面 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赋予生态保护修复主体一定的权利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一些地方也在探索 10月底 山东聚野县和桃园镇的白虎山桃园里 迎来了秋月梨的采摘高峰 这面果园在几年前曾是一片荒山 当地通过市场化运作 撬动民间资本参与林业建设 既让荒山变绿也让承包人有了经济收入 除了荒山修复 社会资本还参与到当地塌陷地治理 贪图林业开发等领域 催生出共享苗圃 生态农业等新经济 我也注意到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 王副部长提到 要让参与修复生态的社会资本 获得合理的回报 要让大家有荣誉感和获得感 那么在两位看来 要调动社会资本的热情 最关键的是要做到什么 最关键的 第一个是资本进得来 出得去 还有钱赚 另外还要公平竞争 特别是国有资本跟民营资本 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 同样的就是享有同样的权利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怎样叫进得来出得去 还有收益 进得来就是 大家都有平等的进入的权利 出得去就是我不想干了 我的资金通过合法的手段 还拿得走 就是不关门打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钱状 就是能找到利益点 这个才是社会资本最感兴趣的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这份意见的设计 能够实现你刚才说的 这样一个目标吗 能够实现 譬如说搞全过程的管护 譬如说你修复的土地 就可以变成建设用地 另外你的砂石土 砂石还可以去卖钱 放在公共资源平台上去卖钱 能够找到利益点 甚至在探大风探综合的背景之下 你还可以用照到零产生的摊会去卖钱 所以就是现在国家的文件 是想签发摄摄摄摄摄击 创造条件使用绿水清伤并且建设人上 那就按照你在山东很多地方的实践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做这种生态保护修复还是有钱可赚 有钱可赚 但是也不是全部的 就是主要去看如何摸索 还有克服很多的困难 对 那么万哲在你看来的话 这些参与生态修复的这些社会资本 他们会特别关心哪些问题 解决了哪些问题 他们会比较愿意参与进来 我觉得就是刚才常所说的非常的对 就是说我认为要调动这个社会资本的热情 主要还是说要保障它合理的合法的收益 那么除了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都已经说到就是说它其实要进得来出得去 而且就是说有收获 我看到这次王副部长也说到 说它要有荣誉感 获得感 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还要有获得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想调动广大的社会资本进入的话 一定要让它是有所得的 它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生态修复的这个方面 很多的这个项目实际上都是在一些 比如说一些这个县级市 或者是更低层级的一些这种村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的 因为很多的这个生态治理 实际上比如说矿 它可能都在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么这些地区往往可能相对都存在着 比如说基层政府 它的这个法治观念 还有这个契约精神 是不是相对比较不足 以及它这个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 治理观念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现代化的问题 那么就因此就造成了说 比如说一开始说引进你来的时候 达成了一些协议 或者是口头有一些承诺 什么都好说 对 就是因为你这是个很好的项目 但是往往比如说已经看到收益了 或者是说发生了一些 比如说在当地跟一些这个村民 发生了一些这个矛盾纠纷以后 那么就没有人再来管你了 那就使得这些社会资本家进入了以后 就觉得说 我呢就是本来我是合计了我的这个收益成本的 但结果呢发现你这个制度性的成本 政策性的成本是吧 或者其他社会性的成本都夹在我的身上 使得我最后呢 就无法再有我合理的收益了 那么如果多出现了这些事情呢 它实际上就不敢再进入了 我觉得它的热情就会被浇灭掉 包括有些地方 地方政府换届 主要领导更换 新冠故事就这样的问题 这都是属于法治观念和它的这个治理能力不足 所以我觉得它要有一个保障性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来执行咱们现在中央很好的政策 才能完成这个所谓的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 这样一个比较宏大的愿景的工程 所以就用制度和机制改革 把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成果 盆景变风景 大家都来参与 盆景变风景 对了 是 正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系列问题 可能有很多的社会资本 他们现在还是在观望的 他们要看看到底有没有机会 值得他们参与进来 那么你们觉得在这次这个意见出台 它在哪些地方是有一些重大突破的 就是跟以前引进社会资本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 就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根本的改变 有以下几个突破 我简单一点讲 第一个 比如说土砂石 你是可以采的 就是兵兵嚼嚼的 好的 第二个呢 你种的树 比如到海南 你种的树 明贵树 可以呢 经过审批可以去砍发 现在是不允许的是吧 过去 这个你砍发了 可能也追究责任了 现在呢 就是给你开了个口子 包括你的恢复的建设用地 拿出3%的指标出来 把生态建设的给你去开发 对 对 的确我们在这个引进社会资本的过程中 我们也提到了修复生态 它的有这样几个特点 就是周期会很长 然后投入会很大 然后收益又很不确定 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为了让社会资本看到一个相对确定的未来 我们应该把我们在引进资本中的 很多干扰因素还是要排除掉 好的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红涛 长期以来 我国一些地区生态系统受损退化问题突出 生态保护修复任务是亮大面广 那么这次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出台 在参与机制保障机制上更加明确 更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生态保护修复的高质量发展 当然 政策需要深化落实 也需要协调推进 真正构建谁修复谁受益的 这样的一种生态保护修复市场机制 只有这样好的政策 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两位嘉宾的观点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